熊猫中心的工作人员 身着熊猫服对大熊猫进行野化训练 是为了避免大熊猫幼崽对人类产生依赖 从而更好地融入野外环境 从出生起 这些熊猫宝宝们要学会在大自然中 觅食 寻找水源 躲避天敌等生存技能 那学成后又会去哪里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甜甜母子开启他们第二阶段学习生活的同时 圈养大熊猫家族里的另外两对大熊猫 博斯母子 知春母子 已经在第二阶段野化培训有半年时间了 野化培训毕业后的大熊猫又会去哪呢 地处小巷岭山系的四川雅安十棉粒子瓶 因大熊猫数量少 当地小种群遗传多样性低 这里成为了率先采取人工主动干预手段的地方 目前 粒子瓶一共放归了八只 经过野化培训的大熊猫 存活的均已达到繁殖年龄 今年一月 十年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一只大熊猫妈妈 带着一只约一岁半的大熊猫幼崽的场景 二月十七号 另一台红外相机拍摄到两只大熊猫 在雪地中交配的画面 这些监测数据表明 小巷岭山系大熊猫小种群正在逐步恢复壮大